本署檢查官指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幼警察大隊海山分局 偵辦新北市板橋區私立保人幼兒園人員 涉嫌未實幼筒不明藥物及不當管教 涉嫌傷害妨害幼筒發育 違反藥事法及毒品無害防治條例等案 全案在今天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 112年5月18號到幼兒園執行搜索的時候 發現教室內裝設的監視器錄影鏡頭已經拆除 這個部分主要是因為立法院在今年初討論 應否立法強制幼兒園裝設監視器錄影 而且在3月間主管機關要求幼兒園填報監視器的裝設情形 幼兒園為了避免日後被強制要求裝設 決定回覆主管機關教室內並沒有裝設監視器 而且在4月中旬就把教室內監視器予以拆除 另外監視器的主機內仍然保存4月中旬拆除前 2個月內的完整錄影畫面可以證明彭信被告 並非故意拆除教室內監視器以顏面證據 這是第一點的部分 檢視本案幼兒園類所裝設各教室的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後 沒有發現任何幼兒園老師有不當管教或者提罰的舉動 另外其餘到庭的幼兒園兒童 在偵查中很明確地表示幼兒園老師不會打人 第三點的部分就是並沒有證據主任幼兒園人員有餵食幼童不明藥物 或者含有不明藥物的彩虹藥水 這個部分我們今採集36名幼兒童的毛髮檢體 這個部分送法務調去鑑定的結果 都沒有含有47種的巴比陀類 以及本二氮瓶類的藥物